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許志愿日出席健康產品代言人的續約儀式 已經是第二次續約的安仔 不知道在酬勞方面又有沒有加回一些呢? 這次沒有,但沒有減到 因為合作得很愉快 大家都很信任對方 試用它的產品又覺得很好 所以這次續約大家都很開心 剛剛和多隊樂隊開完音樂會的安仔 雖然說有點累 但是就令它紋身了另外一個想法 未來希望找到一個自己喜歡的製作人幫我寫歌 幫我製作 但從當中裏面自己都很想去試一下寫歌 有一個新的衝動 因為自己這麼多年裏面寫了幾首歌 所以我覺得是否應該要想一想 感受一下寫多些歌 這一個是最近在二十一安士的音樂裏面學懂的 其實他們的創作很好聽 為什麼我不能把這件事等在自己身上呢? 只是做一個歌手的角色 為什麼不投入在歌曲當中呢? 我想嘗試一下多一點作品 不知道會不會寫歌給別的歌手呢? 看看有沒有人要 我寫一些歌我覺得好聽才會給別人 為什麼寫完這歌好聽呢? 然後人家不要呢? 那我自己要回 我自己要回就唱個紅句 應該是這樣 提到很有蘇永康仔仔的近方 安仔就分享說 雖然最近有很多寶寶在他身邊 但我會看到他的基因 但我於是完全沒有想過要生女孩 但在身邊和朋友 差不多大 ready 大家看看 看著看看 我的皮膚很強 這種是開玩笑 手指很小,腳趾很小 味道又很香,有點鬆 皮膚很亂,手去截瓜 真的很好玩 沒有了,如果我自己想吃截瓜 我可以去買截瓜吃 但見到他們很開心,很替他們高興